3 2 1 請選擇 新北市長公共 位於板橋稅捐處新成立的板橋中山公共托育中心 由新北市長侯友宜主持啟動儀式 同一棟大樓內除了有托育中心之外 還有員工子女托育中心 照顧市民和員工的孩子 落實友善社區照顧 展現全方位公共托育 板橋中山公共托育中心啟用 同一時間包括了板橋新南 以及盧州國中等3家公共托育中心 也一併加入營運 新北市達成預設目標 總計從100年開始到現在 成立了第90家公共托育中心 善用公有場館 包括了學校 活動中心 公益回饋處 讓年輕人感生感養 降低負擔 我們的公共托育要不斷地做 創造更多年輕人的安居樂業的夢想 所以新北市會前力以後 不但公共托育要做好 我們的公立幼兒園 以及準公共化的幼兒園 現在已經收到39,800名 每年都在朝增班25班以上 最近這3年已經增班將近打百班 我們努力往前走 讓年輕人感生感養 新啟用的3家公共托育中心 預計可收拖145個名額 啟用的當天同步開放網站 及現場報名 家長可以透過社會局網站 新北育兒資訊網 來查詢相關資訊 記者林立如知恒新北報導